中海小鲜肉 TFBOYS和NCT DREAM 谁是你的菜 王俊凯和钟晨乐 竟是老相识 涉嫌性交易 辱妈粉丝 韩国小鲜肉都咋了 TFBOYS和NCT DREAM 王俊凯和钟晨乐 竟是老相识 作为中国代表性的 小鲜肉组合 TFBOYS做的还是很好的 据联合国演讲 参加春海的演出 王俊凯不靠着 TFBOYS的名号 只是作为一个 普通高中生参加考试 成功通过北影的复试 努力的模样 让很多小迷妹 为之倾倒 韩国也有一个 00后小鲜肉男团 NCT DREAM 有四位韩国成员 和两位中国成员 除了队长Mark 99年出生外 其他小朋友 全是00年至02年出生的 前不久 他们发成的新歌 最后的初恋 获得了打歌节目的第一 NCT DREAM 中国少年人俊 激动落泪 队长Mark 不仅是进行着 NCT DREAM的活动 同时还作为 NCT 127成员活动着 这次 他又参加了 高校rapper的比赛 三个行程同时进行 本身已是男士 为了与大家公平竞争 比赛时他隐瞒了 自己偶像的身份 作为高中生 rapper 前去比赛 서울公演艺术高中学校 在二学生 马克 高中rapper 就是高中rapper 高中学生 马克 上升 麦克 摩托着 同时 Rap 但是 NCT 就是 NCT 所以 认识 认识 不公平 所以 学生 马克 上升 TF BOYES 和NCT DREAM 感觉相似 年少出道 小清新的模样 让人双眼自带 淘心特效 除了这些 TFBOYES的王俊凯 和NCT GEM的钟晨乐 还是老相识 2012年 王俊凯和钟晨乐 参加了同一档节目 天才同生 再次 漂亮 of what you'd love to know 合唱 彩虹 说 你 好 Observated 其实呢他俩还参加了另外一档节目 中国达人秀 王俊凯还选当时就被淘汰了 我给大家带来一首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怎么讲 我觉得我真的不忍心再听下去了 因为我觉得你的音域的道路还很长 而钟晨乐发挥就好 唱音乐剧的歌 这缘分Mateboard也是服了 期待你们以后的合作哟 受嫌性交易 辱骂粉丝 韩国小鲜肉都咋了 浩赛又出了个小鲜肉云集的节目 高笑rapper 各种酷帅狂拽宣的高中生rapper 激素登场 在已经播出的第一期节目中 张龙俊应该是最为抢眼的 实力强 颜值高 气场也很足 一点点坏坏的感觉 很受女生欢迎 还没等少女粉丝搞清楚 她身高体重 星座运势等个人资料 张龙俊就被爆 在SNS上设限性交易的消息 一些露骨的话语 让人惊悚不已啊 她还没爆 未成年就喝酒吸烟 除此之外 她还成了坑爹的孩子 张龙俊的父亲张再元 是韩国议员 出事之后 老爹出来替她道歉收拾摊子 为此还辞去了职务 坑爹无下见呀 节目高中rapper宣布 删除她之后比赛的画面 一些画面也打上了马赛克 之前比赛还有经济公司想签她呢 这下全泡汤了 真的吗 男团选择节目 少年24成员 李和英 辱骂粉丝的录音文件被曝光 言行举止不端正 被组合永久出名 好不容易熬过几个月的比赛 眼看着就要出道了 出事之后 经济公司都跟她解约了 估计这辈子都很难再进入这个圈子了 艺人啊 不管是舞台上还是私底下 言行就得谨慎再谨慎 可别做个坏榜呀 这人可就丢大发了 刘亚人推施兵役遭质疑 换古种流将尽快服役 最近一大批87年88年出生的 当红炸子鸡 相继服兵役去了 而86年出生的刘亚人却陷入了不想服兵役的争议 刘亚人屡次推迟服兵役的时间 这样的态度让韩国民族特别不满 刘亚人试图逃避服兵役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 2013年 刘亚人在拍摄电影 强折时肩膀受伤了 获得了兵役登记保留的判定 在治疗肩膀时偶然发现得了骨瘤 之后 刘亚人在拍摄老手时加剧的生情 2016年青龙电影节前 左侧锁骨骨折 服兵役在即 为了不让大众有所误会 他打得齿痛针参加公开活动 作为一个演员来说 舆论和口碑的影响简直是致命的 刘亚人也公开了手写信 称隐难病情 只是担心媒体过度放大 而他本人的病情也没有严重到不能服兵役 他会继续治疗并履行国防义务 韩国多次发生了特权阶级和有名人士逃避服役的事件 刘亚人作为影帝来说 现在我的心里是不可爱的 又一个中国妹子即将出道 IOI解散后都在干啥 说过了小鲜肉 再来看看小鲜女 郭美美少女IOI解散了 梦醒了 宅男们可还好啊 不过这十一位妹子并不是就此隐退了 而是回到各自的经纪公司继续开展活动 林纳荣 中国妹子周杰琼和其他成员组成新女团Prestin 看看已经公开了这些海报 嗯 没错 这是个女神团 金杜妍 崔友晴到美国学习一段时间 也将以女团身份出道 另外崔友晴在红金凌骨的扮装热唱 坐稳了综艺小能手的位置 群招迷初中毕业告白称 再也不想参加敬演节目了 现在出演姐姐们的Slam Dunk My Little Television等节目 十一人里实力相对最弱的金素慧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据她富二代的身份操纵了比赛的声音又渐渐升起 另外 金醒夏正开展solo活动 余点净回到宇宙少女 郑采言回归呆雅 江美娜 金氏正所属组合 谷谷档也发现了新专辑开始活动 扫二人码关注官方微信 欢迎大家爆料 被选中爆料者 有机会获得精美小礼品哦 本节目由腾讯视频和刻意传媒联合出品